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在寻找失踪的同伴 这下可难倒我了 这么特别的女孩子如果我见过一定会留下印象才对 让我问问卡 小猪 我在 请描述你的问题 又出现了 这到底是 对了 你们出来乍到还没有见过他吧 这是小猪 我不是在问他的名字 如果我没理解错 这应该是人工智能吧 人工智能 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样形容小猪 不过 小猪的确很聪明 他不但会陪在我们身边 帮我们答疑解惑 还能够帮助闲者治理圣城 统计人口 派发工作 计算税收 还有帮助圣城制作各种便利的设施 这些都少不了小猪的参与 无论怎么听 这就是人工智能吧 所以 小猪是用谁制作的 维他知道吗 啊 你们的问题好像越来越奇怪了 大家都说小猪就是小猪啊 嗯 我们好像完全跑题了 小猪 你有没有见过另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抱歉 查询不到您搜索的信息 看来你们的问题果然不简单呢 连小猪都不知道答案 不过 先别急着泄气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同伴在哪里 但是有个人一定会知道 啊 是谁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塔 塔也像小猪一样会说话 塔当然不会 但塔里的人会啊 人们都说 高塔贤者 庇护圣城的神明 就住在那塔的顶端 高塔贤者 嗯 传说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里的每个人都信仰着高塔贤者 因为他的存在 严血圣城才能拥有现在这样平和宁静的生活 我想 如果那位闲者真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权能 说不定就会知道你们想找的人究竟在哪里 嗯 听起来的确很厉害的样子 有点像过去关于奥托主教的传说呢 不过 这么高高在上的人 会轻易接见我们吗 当然 不会啊 闲者身居简出 连不到这样重要的场合 大多也会请使者们代劳 圣城的所有居民都想要面见闲者 但真正见过他的 一只手就能数得清 真是个孤独的人呢 是啊 那的确是一位孤独而又可怜的人呢 可这么说来 我们不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你先别急嘛 虽然不能帮你们直接见到闲者 不过 折中的办法还是有的 谁叫我是Vita呢 我要带你们去见的那个人 曾经在使者的引领下见过闲者的背影 只是背影而已吗 可别说只是呀 对圣城的居民来说 能够受到使者的垂青 就已经是无上的光荣了 可这也只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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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嗯 奇怪 女武神装甲的温度调节器 什么时候自己关掉了 好了 芊儿和齐罗前辈倒也算了 Vita 你不觉得冷吗 冷 没有啊 难道说你们原来需要那个什么 温度调节器才能在这里行动吗 看来苏莎娜你还缺少历练啊 我 我只是不太习惯在学校生活嘛 到这里来恰好赶上了冬天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冬天 你认真的 啊 不会吧 难道这里不但没有夜晚 连四季也没有吗 这个我倒是清楚 这里四季之间的确都是相同的景象 因为覆盖这座城市的根本不是雪 不是雪 来这边 看好了 果然很甜呢 你们几个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好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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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奇怪 怎么我尝到的滋味和你们都不一样 那当然了 因为启罗是用食指沾血 但放到嘴里的却是中指 眼神很好吗 启罗前辈 我明明那么信任你 老实说 我也没想到你真的会上当 当然像那样笑你 也的确有些过分 我向你道歉 苏珊娜 这倒也不必这样 毕竟仔细想想 眼血圣城 其实就是指这里的血像眼一样吧 难怪又苦又闲 恭喜你答对了 虽然答对的时间迟了一些 那 谢儿呢 你早就已经知道了吗 我是在启罗前辈说 这些不是血之后才反应过来的 抱歉 想通的时间有点晚 没来得及提醒你 哟 果然只能自认倒霉了 唉 换个角度来看 作为天命的女武神 你也确实太没有防备 还好我只是请你尝了点盐 如果是毒药可怎么办 嗯 果然我还是不够成熟 不过真诚 也正是苏莎娜最大的优点呀 没错 在这个方面 我也需要多向你学习呢 嗯 谢儿 维塔 但愿如此吧 好了 不耽误时间 我们继续前进吧 不过 启罗前辈又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些是炎的 嗯 这个嘛 那个人是 哦 是喷卡叔叔 又是谁在打扰我睡觉 谈卡叔叔 你既然这么想睡 为什么还一定要出门呢 维塔 你怎么在这里 总是侵扰圣城的那些怪物 刚才又出现了 小心一点 别在外面乱逛 放心吧 怪物已经被解决了 那感情好 贤者大人保佑 比起感谢贤者 倒不如感谢他们吧 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 刚才就是他们从混乱中解救了我 真想不到 你们原来是维塔的朋友 之前态度不好 抱歉 既然你们救了维塔 也就是我的朋友 要不要来我家喝点茶 下次吧 潘卡叔叔 我们还要去找凯依爷爷 有空再聊吧 凯依先生呀 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 你们可不要吵到他 放心吧 凯依爷爷才不会嫌我吵 我们走啦 下次见 维塔 要来我家吃点压宵吗 谢了 不过我要陪这几位朋友 去见凯依爷爷 还是下次吧 这样啊 那么记得替我和卡依老爷子问声好 维塔 还不回家呀 听说最近又有怪物出没 小心一点 放心 已经解决了 我还有点事情要做 晚些再回去 维塔 晚上好 晚上好 罗姨姐 身体怎么样 我上次送你的花茶有效吗 下次去边境村的时候 我再给你带一些吧 放心 还够用呢 我明天要烤饼干 你也过来拿一些吧 好呀 谢谢啦 维塔真受欢迎啊 对了维塔 过几天的选拔会 要一起去吗 啊 那个再说吧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呢 哎 可是贤者大人的使者 也会礼临现场 不去也太可惜了吧 那可是贤者大人的 左膀右臂呢 看来那位贤者大人 还真是受人爱戴啊 连使者都这么威风 贤者大人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如果没有贤者大人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切 比如说 我烤饼干的面粉和炉子 就来自贤者大人的馈赠 这恐怕和你们外乡人理解的 威风不威风 没什么关系 好啦好啦 罗姨姐 你也知道我这几个朋友 是外乡人 还不清楚贤者大人的世界 我正要和他们讲呢 那你可要好好和他们说清楚 贤者大人的伟大之处 你总是像这样信口开河 放心啦 一定一定 哇 这里的居民都在真心信仰 那位贤者大人呢 嗯 我们之后还是入乡随俗吧 是啊 也只能这样啊 今天的圣城好安静啊 是因为出现了怪物 大家都去避难了吗 安静 难道你平时出门都会向市长巡游 或者按这里的说法 闲者现身一样热闹吗 我可不敢跟闲者的地位相提并论 顶多只是在人数上想死而已 可那也很厉害了 是啊 原来你说 整座城市都是你的熟人 竟然是自命意思 毕竟 大家都是很亲切有爱的好人 当然 更重要的是有趣 在你眼里还有哪个是无趣的人吗 这个嘛 嗯 得让我想想 好像 想不出来呢 嘿嘿 好吧 我就知道是这样 不过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的卡伊爷爷 真的是个很有趣的小老头哦 大家都像喜欢我一样喜欢他呢 当然了 还是我更受欢迎一点 就是这里了 奇怪 卡伊爷爷也不在 一般这个时间 他都会在外面乘凉才对 卡伊爷爷 你在吗 是Vita呀 进来吧 伊丝奶奶 卡伊爷爷在 实在太突然了 明明今天下午 我们还在一起喝茶 原本打算告别仪式的时候 再通知你 但既然 你来找他 嗯 我想 卡伊一定也很想见 小V他最后一面 谢谢你 伊丝奶奶 请您节哀 我们是Vita的朋友 放心吧 小姑娘 我并不悲伤 卡伊 卡伊 只是先我一步 去往了死者的世界 在贤者大人的指引下 我们终有一天 会再度相会 果然 起落前辈 尽也发现了吗 基罗亲辈 导致 徐 要 expected 出去说吗 Vita 抱歉,虽然很突然,大家可以陪我去一趟铸藏光炎的仓库吗? 按大家的习俗,光炎可以指引王者找到前行的方向。 凯依爷爷一直很照顾我,我想为他取一点光炎,送上最后的祝福。 真对不起,本来是想帮你们打听消息的,没想到却遇到了这样的事。 你们看呢? 我当然愿意帮忙,只是…… 鲜儿,这种情况,就不要说什么只是了。 苏珊娜,我理解你的心情,然而你不觉得事情有些奇怪吗? 奇怪? 是啊,面对着所爱之人的离去, 但是,在场的那些人,似乎一点都不悲伤。 哦,那是因为…… 在他们眼里,并没有悲伤的理由。 诶? 这里是特殊的世界。 就像伊斯奶奶说的那样,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 但是,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世界,继续原本的生活。 你们还记得那位高塔闲者吗? 据说,闲者拥有一项特殊的能力,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 人们相信,闲者一直隐居在高塔之中,就是在为死者们祈福。 正因为闲者的存在,高塔顶端的光颜才会发光。 而那束光,将会引导王者们前往死后的世界,过上平和安详的生活。 他们将会在另一个世界重聚,圣城里的每一个人都这样相信着。 这样的信念冲淡了悲伤,每个人都在向闲者祈祷,祈求着能在未来与家人重逢。 可是,高塔闲者不是从不现身吗? 为什么城里的居民们会相信这些呢? 据说,闲者的使者会步时在圣城的中心广场进行步道,宣扬闲者的力量。 这些信息,圣城里的每一位居民都很了解。 据说,Vita没有参加过步道吗? 嗯,有一些我自己的原因啦。 Vita,对高塔闲者的传说,你究竟怎么看? 我不知道。 毕竟,没有谁真的看到过那个世界。 如果那个世界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为了一个骗局,却要不断付出人生中仅有的情感和时间。 那未免,过于荒谬了。 前面就是珠藏光炎的仓库了,我们一起过去吧。 啊,小心敌人! 卡伊老先生的事,我很遗憾。 不,不必赶伤,他在王者的世界,也一定会生活得很好。 或许吧,谢谢你。 好了,我们回去吧。 中文字幕czas Voy superficial 现在 卡伊爷爷如果看到 远道而来的客人 因为他而悲伤 也一定会很过意不去 你的意思是 这里有我和邻居们陪他 时间不早了 如果害得大家因此熬夜 我们也会过意不去啊 说到休息 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正好 不如你们就住在我家里吧 没关系吗 没关系 我一个人住已经很久了 家里本来就空 如果大家不嫌弃打地铺 睡三个人那是绰绰有余呢 至于我自己 本来也打算在 卡伊爷爷这边过一晚上 不会影响你们休息的 这 这真是有点过意不去了 不过 我们确实还没找到 落脚的地方 俗话说 恭敬不如从命 我看 我们还是接受 Vita的好意吧 毕竟 如果靠夜或者睡大街 来到时差 反而会显得我们很无情啊 是啊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做 不只是我 邻居们也会很伤心的 那 你们等等我 我先把光源送进去 然后就帮你们准备睡觉的地方 你们怎么看 怎么看是指 比如说你们真的相信 你真是巧妙的骗子 而如果不见那人一面 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 确认这个世界的真相 嗯 我是这么看到 而且 关于Vita 哦 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曾经历过什么,但我隐隐觉得,他似乎对贤者的存在有一种奇妙的敌意。 敌意?真的吗? 我也不确定,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觉罢了。 再说自己家里本来就空的时候,我似乎……感到一种非常深沉的悲伤。 啊……是你那种感知世界炮的特殊能力吗? 也不好说,自从来到了这里,我就很少体验到类似的直觉。 所以刚刚的一瞬间,我也没办法确定那种情绪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看来,这个世界或许真的非比寻常啊。 不过,在确认关于Vita的事情之前,有一件事当时已经确定了。 嗯,没错。 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必要与高塔贤者见上一面。 嗯。 嗯。 嗯。